台湾巴仙乐园粉尘爆炸 引发国际主要媒体的及时报道与关注 CNN与纽约时报网站还把此次意外放在新闻网页头条 而香港地区7月及12月也将举办彩色音乐派对与路跑 而受到巴仙乐园的影响 主办单位表示会特别的关心事发原因 预防类似事件在发生 6月27号晚上台湾巴仙乐园发生粉尘爆炸意外 引发国外主要媒体关注 英国广播公司日本放送协会等媒体均有相关报道 CNN与纽约时报网站还把此次意外放在新闻网页头条 台湾北部のレジャー施設で27日夜 若者向けの音楽イベント中に火災が起き 日本人女性2人を含む500人以上が怪我をしました 519位商者主要多为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其中有13名国际观光客 包括2名日本人、1名马来西亚人、1名新加坡人、1名欧美人士 另外还有3名中国游客与4名香港游客 香港7月及12月将举办有两场彩色粉末活动 分别是颜料音乐派对与彩色路跑 颜料音乐派对其FB专页 由网民留言提及台湾的爆炸 指颜料虽不是粉末 但也很关心颜料会否亦然 判主办单位回复 主办单位表示会特别关心事发原因 并静待打火机保障参与者安全 新唐尔特电视国际新闻组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